接下来带您去一家 二十多年的馅饼粥店 这家店呢 它是以猪肉馅饼 还有小米粥所著名 老板呢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很喜欢北方的食物哦 因此还特别去百事学艺 手艺精湛的他做出的猪肉馅饼 可以说是皮薄馅多 而且啊 咬下去的时候 还会爆出浓浓的汤汁哦 光是听啊 我就口水直流了啦 那么再搭配上 这个甘甜 而且清淡的小米粥 可以说是百吃不腻啊 瞧瞧师傅这么卖力 一包二捏三揉搓 几颗圆泡泡的猪肉馅饼 放到铁檀上 字字作响 没有多久的功夫 就可以准备上桌啦 因为它是手工的关系吧 所以我觉得它的 像它的外皮啊 吃起来就是蛮酥脆的 对啊 因为它煎过的关系 而且又不会很有 然后肉汁方面的话 也是蛮咸咸的 爆汁会有啊 对啊 汤汁蛮多的 就是铺开的时候 汤汁蛮多的 传说中会爆姜的猪肉馅饼 果然 刀子一切 满满的肉汁就滚滚流了出来 肉馅又厚又饱满 咬下一口脆皮 或者馅料 口腔里瞬间并发 香喷喷的葱味 店里头招牌的猪肉馅饼 可是老板从北方师傅身上 学来的真功夫 操作这样就没有 这样子可以下锅 再来这条最特别的搭连火烧 乍看之下 您是不是觉得 它很像大尺寸的锅贴呢 再仔细地瞧瞧 跟锅贴不同的是 搭连火烧的面团 边边折了好几折 长得很像是 从前书生们的包袱背带 放上烤炉 撒上油 一面平均煎个三到四分钟 吃起来不但有面皮的口感 里头的猪肉馅又香又烫口 许多上班族 中午就来买个一两条 简单便宜 香又吃得饱 老板陈世昌 业务出身 喜欢料理 因而转行开北方面食店 达二十年 它的外形是有点像锅贴 但是它的比较大 大概是锅贴的三倍到四倍 然后锅贴的话 一般是煎一面单面而已 那我们是两面煎 两面都把它煎成金黄焦黄 达连火烧是以前大陆北方人 外出的背着包包 背在肩膀上 然后前后一个袋子 那个叫做塔莲 那火烧是因为它的外皮有点像 那个杠子头那火烧硬的 所以说就叫做达连火烧 因为杠子头没有包 没有包东西 那那个塔莲是装东西的 大雷火烧还蛮特别的 因为吃起来感觉有点像大号的那个锅贴 馅饼嘛就是肉 就是比较大比较厚啊 就是肉比较多这样 饼皮还蛮 还蛮薄的 馅饼是要汤啊 可是它的汤不油力了 这家位在台北市昆明街的北方面馆老店 已经是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 腼腆的老板从年轻的时候就对这种北方食物很感兴趣 特别拜师学艺 无论是店里头样式丰富的小菜 还是牛肉卷饼专用的酱料 老板通通自己来 为了让店里头的招牌馅饼口感更好 在揉捏自助的时候 特别就把葱和猪肉给分开包 才能保持口感和食物的鲜度 这种小撇步都是研究几十年下来的好手艺 外加上价格平时 在如今什么都涨涨涨的市场上 这样的北方馆子 确实露获许多上班族的心 一般的话都会点搭配吧 它也许会点一个葱油饼啊 一个馅饼啊 搭配小米粥啊几个小菜这样的 它这个馅饼 它馅饼比较不油力 而且是有好吃 我比较喜欢这里的小菜和小米粥 小米粥比较清淡 无论是容易爆浆的馅饼 还是吃起来葱味十足的葱油饼 赶时间的时候 一根就能带着走的打脸火烧 简单方便又美味 天冷的时候再配碗小米稀饭 就能吃出北方传统面食的真滋味 我们家的面食是完全正统北方口味 希望大家来试试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